现在到了2022年 未来做什么行业会更好啊 做什么行业可以赚到米呢 未来呀 有文化的人 有知识的人 有技能的人 才有立足之地 这个文化指的是什么呢 不只是我们学习的传统文化呀 比如说你会唱歌 是不是文化 是不是知识 是不是技能 你会画画 你能讲课 你有某方面的才能 或者某方面的技能 但是你得把它做精 不做精不行 比如说我们回顾吧 我们过去这100年 刚开始那30年 靠什么呀 靠体力 有力量就可以了 靠一门手艺 靠有力量 再往后面这几十年 靠什么 靠信息 转差价 说我知道一个什么好的信息 我找到一个好的产品 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 靠的是什么 是智慧 是头脑 是变通 是灵活 就可以了 但是再往后不是了 现在信息如此便利 但是信息便利的同时 同样也带来一件事情 就是竞争无比的激烈 因为你是要拿到全国人民面前竞争的 你要拿到全网络上来竞争的 所以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呀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在某方面的技能 某方面的学识 知识 是不是有一技之长 能不能立得住 所以我经常讲啊 现在这个时代修身尤为重要 提升自己尤为重要 你要真的有才华 你某方面真的突出和擅长 就一定不会被埋没 现在才是真正到了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要懂得 要不然你去学一项什么样的技能 你有某一方面的知识 你在这方面是突出的 是有优势的 只要你是有优势的 它就可以让你生活一辈子无忧